如果这对歌迷来说真的心情就像是洗三温暖一样 明明下午两点的时候到现场才知道 今天取消大家前面还在骂主办单位怎么杀得措手不及 就在刚刚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主办单位发了公告确定今天晚上停唱的场次 要移到11月2号中午12点进行补办 所以大家手上的票都不要 就要记得携带身份证也记得要带 到时候你的位置呢也会是跟今天一样的 就在小巨蛋现场呢 这些歌迷本来前面都还很生气 现在得知之后现全场是突然欢声雷动并且尖叫 其实但是很开心终于又补办 因为他们本来想说都难得请假从南部上来 要来看刘德华这一面 而且票非常的难抽 终于抽到有机会看到刘德华本人的时候 却得知今天因为安全的问题要停办 不过呢就在这个一个小时内 主办单位终于给了一个补偿措施 让全场的划扫破题微笑 大家在小巨蛋一起是拥抱欢呼 也终于还是可以看到华仔一面 而虽然呢今天大家是算是白跑一场了 不过还是有人带着周边商品算是满载而归 终于至少不会白跑一趟 11月2号是确定看得到刘德华 以上是掌握的最新消息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台北小巨蛋为你守候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那稍早呢在这个超级原定正式公布说 原定今天要举行的小巨蛋演唱会 是直接的到了大概就是11月2号的中午会进行补办的动作 那么呢稍早现场这边可以说是欢声雷动们拿上就来访问一下 说歌迷想问一下说就是这一次演唱会有机会可以进行延期 然后到11月2号心情觉得怎么样 非常开心 嗯刚刚知道的时候你觉得瞬间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终于不用被取消了 那因为刚刚第一时间其实是取消的 那时候因为到现在有一个大转折 就是至少看得到啊被取消没有关系 嗯 但因为那时候还不太确定啊 对因为取消的时候就是还是坚持要来这边现场感受一下 嗯 那现在就是到了2号的中午会不会觉得说还要再等几天有点久 没关系 等待久没关系至少看得到 因为也已经等了10年啦 现在多等几天感觉我听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刘德华说的 永远爱你 好 想要听她什么歌现在确定可以入场了 所有的歌都可以啊 那跟我们来讲一首好不好 嗯 那就今天 今天 好啊 谢谢 终于可以看到 恭喜恭喜 好 可以听到歌迷表示说心情其实真的有很大的转折 因为这个决策可以说是一天有两次的变动 那么稍早其实北捷原本是说要进行停办的 那么刚才主办单位超景元鼎 他就正式的公告说就在11月2号的中午的12点呢就会来进行补办了 那么想必这个消息也是沸腾了整个小巨蛋 其实刚刚目前的状况来说可以说整个气氛都还蛮低迷的 那么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原本大家也都还蛮忐忑 也都不断的拿起手机跟家人来通电话说被取消了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不知无所适从 那么现在呢也已经确定可以入场了心情真的非常嗨非常兴奋 那么呢他们也都已经准备好要来到这个小巨蛋的演唱会里面 跟着天王刘德华一起来进行演唱会了 那么随时有最新消息我们也都会为您找我 好